Yay~~ 哥吉拉之旅啦 那今天的話呢好不好 又有我們的新角色登場啦 沒有錯就是那隻超級無敵帥氣 頭髮拔到一個不行的 不明貓系列的新角色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因為我們日版 跟其他帳號的資源都 比較偏少啦 所以也沒辦法抽太多東西喔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來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看他的樣子 然後看一下我們金券能不能出奇蹟 沒有錯 那最近基本上的話呢 因為惡魔族的那個就是 即將肆虐我們的貓戰嘛 那我們這邊台版的話 10.9版本應該也快要來了好不好 所以到時候出場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就可以來慢慢的來 跟大家一起體驗一下 我們的惡魔族的恐怖 那目前來說的話 台版的話是先出了那個妖賢女嘛 那這邊已經拿到了 那後面的話還有天草四郎啦 還有我們就是那個救世主啊 再加上就是我們這一隻好不好 傳說的這個頭髮超帥氣的 大家應該已經看到了吧 被他的目光所吸引了嗎 沒有錯 就是我們右上角的這一隻好不好 頭髮異常的長好不好 怒的一擊惡魔什麼貫穿好不好 反正這個惡魔貫穿 一直的話應該就跟我們妖賢女那個一樣 就是那個一滴 一滴下來那個魔滴 一滴下來那個護盾直接沒有直接消失 所以這隻腳症的話應該也很帥氣 我們來看一下喔 嗯 這隻是我們的這個好不好 這個四貓還是腰沒人知道 這都一樣什麼 ネコナノカ ナノナノノカ 好不好 呵呵 應該是什麼 ネコナノカ ナンダノカ 好不好 然後 然後 尖尖庫 尖尖天保命 NO 米NO 什麼東西鬼的 反正一切都是謎 他就是 大家都前面都是一樣有沒有 都是一樣好不好 然後他是射程長的角色 然後必定能夠那個讓惡魔貫穿 所以 這次的話如果射程比那個就是我們那個 摩滴啊就是我們那個 摩滴 哈哈哈哈 聽得懂都知道哲明在笑什麼 聽不懂的話代表你很乖好不好 就是那個 摩滴的那個就是妖險女好不好 他這邊的話是 可以就是 比他更遠的話 那就可以在這個遠個地方 來做一波就是那個護盾的那個就是 該怎麼說呢 擊倒 我覺得應該 還算還不錯 那 進化之後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兇 那 惡魔貫系列一直都讓人家最期待 就是他進化之後會變得怎麼樣子 因為不可能跟他畫面長的一樣 你知道嗎 畫面看起來大家都很正常 但是 你真正拿到他們之後的話呢 你才會知道 哇 因為他們長這個樣子啦好不好 那我們進化呢 就來看一下我們的運氣到底是如何 看一下能用我們的金券出奇蹟 但是今天應該是沒辦法抽到 11張或是7張喔 照理來說 哲明這邊都是7張金券出奇蹟 或是11張金券出奇蹟啊 必有一隻超級必中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 我們這卡池也是有超級必中的時候 所以大家如果 罐頭扣的話呢 你又很喜歡這隻角色的話呢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把他給他 哎哎灌出來應該OK 喔兩枚喔 哇那這邊應該是有6張金券 喔5張喔 5張金券OK 好那就 5張金券看一下能不能出奇蹟 來給我們 全新的超級賽亞人不明貓貓吧 來吧 來吧出來 喔跳跳貓 又是我們的跳跳貓沒有問題 再下一隻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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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隻來了 拜託你我求求你 超級貓貓 趁趕跳貓貓繼續有貓貓沒有問題 這時候我記得我好像應該都已經有了嗎 哎哎對我已經有了 第三隻 亮晶晶吧 啊啊拜託啦 哦拉麵王 哈哈哈哈 居然是拉麵王 好沒關係再來下一隻 第四張 該亮晶晶了吧 超級貓貓 是我們的功夫貓貓 哎三千塊功夫貓貓 好了最後一張了 到底城市城市敗就看這一張了 有沒有機會把他帶回家 求你了 零嗎哇 然後零小頭貓 啊啊啊 好啦那也沒辦法好不好 那沒關係 因為日本版本跟就是我們的新手帳號的話 哲平都不會太強求就是有沒有抽到一些角色 那 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 就是角色都灌在我們那個台版上面 所以台版的話盡可能就會把他們抽出來 然後跟他分享一下就是他的樣子 看他帥不帥氣 反正我們這邊的頻道好不好 目的不是讓大家看這隻貓到底有多強 好不好用 沒有我們就讓大家看一下他帥不帥氣 或是漂不漂亮而已 我們的目的就只有這個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如果有使用過他的話 也覺得他好不好用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他 究竟是一個 什麼樣的角色吼 好沒有問題 然後希望這隻魔法少女也可以趕快 到我們的台版 因為我想要用我們的台版賬號來 因為音樂他們 應該是ok的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好像聽說就是那個戰鬥貓 就是大家有在問說就是前置關卡 不是會有那個解放就是坦克貓 解放小貓嗎 那解放戰鬥貓好像是 100.9版本會出現的關卡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樂園的 那把那兩個關卡打完 再把那個就是我們解放坦克貓 跟解放小貓打完之後的話呢 才會有我們就是100.9版本的 就是惡魔族入侵到我們世界片 到時候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玩一下 沒有問題 那今天的話呢 要幹什麼呢 一樣來打周末連戰場 哈哈哈哈 兩邊都在打周末連戰場 沒辦法 因為周末連戰場這邊 很重要啊 畢竟是XP嘛對不對 這兩支帳號 日本帳號跟這支台版帳號 都缺XP啦 那那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真的是 XP是一切的重標哦 重本哦 希望有照一日 又可以再遇到我們的全明星關卡 拜託哦 好啦那大家如果有抽到我們 那支全新的那個不明貓貓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跟哲平分享一下 他究竟好不好用 因為不明貓貓系列的話 大家好像都蠻推薦的 就是甩手貓 跟我們就是那個三神刺刺嘛對不對 三神刺刺跟甩手貓 好像都是最推薦的 那後面出了那個什麼捲捲貓啦 或是我們的冠優的爺爺啊 冠優的爺爺的話 我覺得在buff上面來說的話 應該也是不輸其他人的啦 哈哈哈哈 看他怎麼看啦 冠優的爺爺的話 某種程度來說的話 也是蠻厲害的好不好 就看大家比較喜歡的是誰 因為不明貓系列的話真的是 比較不會建議新手去抽啦 因為 新手的話不適合就是抽那種就是 debuff角色 因為 像我們就是那個 不明貓系列的話 很多都是打飛啊 或是緩速啊 然後暫停啊 然後 幹嘛之類的那種角色的話真的就是 比較不適合大家新手去抽 新手還是去抽就是 我們的那個古代勇者跟就是那個 黑暗英雄會比較好 那因為這這哲平已經講到爛掉了 為什麼要抽這兩個原因就是因為 古代勇者的話 他的生產CTE的那個時間比較短 再加上就是 他的那個是什麼說呢 他的那個生產成本比較少 哎然後大家的話就是可以比較容易有量產 那黑暗英雄的系列為什麼要去抽的原因 是因為你抽到一隻角色等於你抽到兩隻角色 因為他們進化之後打的屬性會不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系列的話 對新手來說是 CP值最高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 那個 出狗死運有沒有 一開始就抽到藍眼睛系列 那你基本上前期也是 非常非常好的度過 但是貓蛋這款遊戲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你不是拿到藍眼睛你就關卡就已經通關 就通關的了 你也不是課金你就可以全部關卡都打的了 基本上你還是要就是 靠一些技術啊 或是一些配置啊 或是一些就是 出貓的時機才可以過得了 因為 像哲平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那個合同嘛 我就很懶得去打 因為 我就是輾不過嘛 輾不過的話就是必須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這樣子喔 反正就是 不需要一定要超級貓貓才可以過關嘛 但是 有超級貓貓的話絕對會就是過得更開心一點點 但是 這沒有一定 所以貓戰會這麼好玩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不是一個就是一定要課金的遊戲喔 所以 很多小朋友的話就會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他們就沒錢嘛對不對 沒錢玩遊戲就會在那邊說 我這個不用課金 我這個四個月就打過了 對對對 貓戰就是一個這樣的遊戲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就可以就是 好好的這個放心的遊玩喔 所以也不用緊張 反正我說真的啦 一樣一句話 不管玩什麼遊戲 我就這樣跟大家講了 然後也是很多就是實況主的一些就是標竿啊 就是 你喜歡就抽 你愛他你就抽 抽自己喜歡的角色你玩起來會更開心 像我都在抽老婆啊 對不對老婆出來我就抽 他強不強 不干我的事 反正我就讓他上去 然後我看著看著就 就很開心對不對 啊這樣就好啦 玩遊戲不就是為了開心嗎 不然你玩遊戲要幹嘛 玩遊戲是為了怎麼樣 啊我就是要成為世界最強 這樣子嗎 那也是可以 那加油好不好 請你加油這樣子 反正就是這樣 你就是抽自己喜歡的 因為 比起就是抽強的角色 然後很醜 你還不如玩一些就是你自己覺得很漂亮的角色 然後帶他去冒險對不對 像我們之前啊 然後帶我們莫比烏斯啊 白虎狗啊 七歲歲啊 然後一大堆妹啊 我們自己 喔 完了就看了很爽啊對不對 妹的陣型出擊對不對 然後打贏了就嘿嘿嘿 然後打輸了就 齁 沒關係 然後再怎麼樣之類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看自己喜歡的啦 你如果真的很愛他 很喜歡這個角色的這個畫風 或是這個角色的一些樣子的話 你就去抽他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像之前那個天閃他們 都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喜歡的一個貓啦 那你就是可以就是把他抽完抽出來 然後就可以就是帶他去冒險 像我們是日本帳號的話就是哥吉拉之旅嘛 因為像我是很喜歡哥吉拉對不對 那我就 把他帶著哥吉拉去冒險 那其實玩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知道真的要跟別人比較的話 那這款遊戲絕對不會適合你啊 為什麼 因為這款遊戲沒有什麼競技場或是PVP啊 你應該要去玩 有競技場或是有PVP的 然後打完之後就跟大家炫耀才對嘛 對不對 這才是ok的嘛 但是我還是非常非常建議就是大家就是抽自己喜歡的啊 沒抽到的話 其實自己喜歡的貓貓不可能 你不可能這麼博愛啦 不可能喜歡那麼多隻嘛 所以你中了一天會把他抽完的嘛 那抽完的話 你就沒有關係啦對不對 然後罐頭就忍著啊 然後忍到自己喜歡貓貓出來啊 那如果你跟什麼一樣 那麼喜歡很多隻妹子的話 那你只能就是 只能努力的賺錢了好不好 就只能這樣子 你就只能 欸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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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跟我 欸 我剛剛用拉斯沃斯打 欸 我用拉斯沃斯打的時候 有出現 駝鳥嗎 我怎麼沒有看到 夭壽 等一下 這關是不是怪怪的 哥亞開燒 我怎麼看到怪怪的東西 我怎麼不記得有他 欸欸欸 等會等會 還是我真的忘記了 而且我也不記得有翻車魚啊 所以這個週末連戰場也是會改變的是嗎 他怎麼跟我的那個 台版打的東西是不太一樣的啊 看起來啦好不好 嚇死我了 怎麼突然變駝鳥 夭壽我不知道打不打過欸 我拿到先 先 先哈哈姆特一波了 不然我要完蛋了 哈哈姆特 被駝鳥 被駝鳥捅爛啦 哈哈哈哈 出來送死的啊 完了 好險 靠七歲歲贏了 這場好不好 哇 周末連戰場也不能開玩笑欸 我以為 都是固定的 結果沒有 他居然出現了我們的 駝鳥跟翻車魚 那待會最後一關怎麼辦 夭壽 好不好 好恐怖喔 而且我跟你講啊 這邊腦袋 記憶力很低啊 哈哈哈哈哈 我的瞬間記憶能力很強 但是持續記憶能力很低 好不好 所以 我剛才錄完那個 就是我們下五點半的貓戰 對不對 我馬上來錄這個 我馬上忘記我剛剛 剛剛五點半貓戰 錄的東西是什麼了 你知道嗎 不只記得我錄的是 拉斯沃斯 然後我去打了這個週末連戰場 他怎麼打的東西不太一樣 欸 哪裡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跟剛剛打的東西不太一樣 還是我記錯了 其實打的是一樣的 這我就不知道了好不好 反正不管怎樣 就是兩邊有沒有看到 都是靠我們拉面王啦 所以拉面王的話 真的是我還蠻推給新手的一隻角色 因為真的是 真好用 而且要取得的也不會說很難 好不好 就是那個搖滾貓 再往上提升就可以了好不好 OK OK 4的修煉 好不好 直接給他K掉 K起來 沒問題 其實我 我都忘記 因為我以前就是 很長一段時間就是 登錄 然後我的日版就會有很多的那個資源 啊我也沒有就是 很常像這樣一直打 那當你就是每天都會去接觸這個 日本帳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欸奇怪我的資源怎麼這麼少 因為像我以前的話都是 有活動的時候有沒有 就趕快開上來 然後抽一抽 然後就 欸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就是 東西好多 有沒有 然後現在每天都在玩的時候 就會覺得 欸我的東西好少 啊啊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就是玩遊戲啊 真的就是不要玩的太急 就是 你可能有時候就是 哇你今天剛一玩 然後可能就是 什麼三四天啊 就直接把那個什麼關卡 制霸啊 或是 四個月就把遊戲全破啊 那那請問你接下來要幹嘛對不對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 哦這遊戲都沒在更新好無聊 但是人家其實一直都有在更新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遊戲就是慢慢玩 欸有時間就玩對不對 然後儘量玩多款一點點啊 我我 像我哲兵的話 哲兵的話 基本上都會玩二十幾款 或是好多款 這樣我就可以有 很多不一樣的遊戲可以 交互著玩 我就不會玩 不會那麼容易的玩膩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哦那個現在不知道玩什麼了 對 那就是因為你玩太快了 你知道嗎 台灣人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一開始衝很快 然後衝到最後 沒事情幹了之後 就就不會想要玩這款遊戲了 所以你們可以改變一下自己玩遊戲的方法 可能一天 波格差不多 一個小時啊 玩個貓戰啊 一個小時玩個忍者啊 一個小時玩個哈利波特啊 對不對 一個小時玩個飢餓殺啊 那你就會發現 哇 你有好多遊戲可以玩這樣子 有啦這款就長得很像啊 這款又剛剛一樣 但是我怎麼不記得 奇怪啊 這邊有增加 什麼東西啊 不是耶 不是耶 我怎麼剛剛台版的沒有 沒有沒有這個 這個 堡壘臉歌啊 怎麼會突然出現別墅臉歌呢 剛剛台版不是只有噴噴而已嗎 所以日版的這個 週末戰場比較強是不是 感覺是耶 各位有沒有發現嗎 日本的 日本版的這個週末連戰場的這個 經驗值關卡好像 多了蠻多東西的耶 他是覺得日本玩家比較強是不是 是這樣沒錯啦 因為畢竟 領先的比較多週年嘛對不對 我現在才貓屁大安徵六週年 然後現在貓戰的那個 日版已經八週年了對不對 確實確實 沒關係沒關係 刷掉刷掉刷掉 管你們的 我們現在 我們日本戰場其實能力也是蠻強的 只是就是缺XP啦 所以現在的話 無聊的時候就刷刷XP 努力的刷點XP這樣子 這遊戲XP非常非常重要啊 沒事就刷XP 刷完XP就生貓貓 啊很多關卡基本上就都打得贏了好不好 你打不贏關卡先刷金寶 刷不完金寶 金寶刷完打不贏就去刷貓貓等級 貓貓等級刷不贏 打不贏的話就就抽貓貓 就這樣的循環就ok了 基本上只要弄起來都都還算是可以打過了 除了有一些就特別的關卡 比如說裂波之類或是波動 那你就要找一些就是 比較適合那個關卡的貓貓哦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這全新的這個 寶貓名貓貓系列的角色 哎那如果大家有抽到他的話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他到底好不好用 我覺得他頭髮是真的很帥啦 哈哈哈哈 真的很帥啦 好我是視頻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 eux也贏開電話 他們已經保充了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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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